平日下午 板超第二體育場 有不少民眾都在運動 但不論跑步還是散步 有的人就喜歡挑在內側跑道 只是看看一旁掛著的紅布條 或者是外頭告示 都清清楚楚寫著內側跑道 盡量要留給跑步的人 很久沒有啦 我第一次啦 我都是走外側 內側第二道屬於跑步專用道 外側跑道則讓民眾散步慢走 但都寫了是盡量沒有強制力 更何況有的人跑累了 休息一下走走停停 也不算是違規 另外體育場也不是專門 給跑步的人使用 附近居民透露 每天下午都會有校隊來練跑 早便也會提供給 國小足球社團練習 只要沒有人就能來 不用特別申請 但也代表是否無法掌握到 到底是誰在使用 除了不知道是誰在用規範上只寫禁止攜帶寵物 也禁止各種車輛或運動器材進場 但針對使用場地需不需要有安全措施 或者是相關的隔開設備都沒規定 雖然公用的民眾都有權使用 但鬼粉不夠細 恐怕也將成為公用體育場的安全漏洞 法新聞家庭李松原 新北蔥MODO